星期一節五 中五十二點 只要轉入九八八 你就可以聽到最新的九八八廣播劇 九八八製作 肉頭妹妹很透明 什麼事 我想告訴你 你看看我的臉 我的臉都出來了 你們三個是不是有病 一個只有扣牛力 實質是蠢得沒路 一個只有樣子漂亮 但是什麼都不懂做 什麼 一個就是土精成仙思想丹順 唉 成回來都沒得救 那就糟了 我們三個都不懂得做糕點 那怎麼贏過比賽 看來必要事 要去拜師學藝才行 拜師學藝 前面有露燈風 大家 祝福大家的時候 不要放手 愛在月圓前 編劇李麗華 第二十集 媽媽 媽媽 菲菲 菲菲沒事 菲菲沒事 媽媽在這裡 沒事的了 媽媽 菲菲 我好害怕 不用怕 爸爸和媽媽在陪著菲菲 什麼妖怪阿烏 爸爸幫你打走 媽媽 爸爸 爸爸 你們不要不要菲菲 菲菲會好聽話 不會再留機的了 傻丫頭 媽媽 又怎麼寫得不要菲菲呢 對呀 你是我們最疼愛的心肝寶貝 那為什麼媽媽 你這麼久不回家 爸爸又經常不開心 我不要選擇 爸爸還是媽媽 我不要 這些誰跟你說的 我的同學Amy 對呀 他的爸爸媽媽要離婚 他們要分開住 我不要像他那樣 沒有你們其中一個 你們不會離婚的吧 菲菲大個女兒 你要明白 無論發生什麼事 菲菲都是爸爸媽媽的乖女 我們也不會不要菲菲的 知道嗎 你們真的要分開 媽媽 是不是真的 菲菲啊 怎麼會呢 媽媽和爸爸 會一起陪在菲菲身邊 老婆 你說真的嗎 你不會跟我離婚 你很希望我跟你離婚嗎 當然不是 我想我們一家三口開開心心 像以前那樣 我…我真的不可以沒有你 我也是 發生了那麼多事 我只知道家人對我來說 是多麼重要 以前是我太自私 不甘心被你一個家綁住 對不起 那…我也有錯 沒有顧慮到你的感受 老婆 謝謝你 肯給我一個機會 好耶 爸爸媽媽和好如初 不再吵架了 以後都不會再分開 嗯 有你這顆心肝定 爸爸和媽媽 又怎會捨得分開 就是 那我要抱緊你們 不讓你們走 傻妹 今晚菲菲要爸爸媽媽 陪我一起睡 行雷閃電 肥肥都沒有有死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月娥姐姐 你真的要走啊 你是不是因為之前的誤會 所以辭職啊 其實很小事 我也沒有放在心裡 你不要介意 不是呀 姚太 不關你的事 是我要在八月十五之前回家 所以暫時我會搬到雲剛道 之後再一起走啊 你又是想回去探望家人 和家人團聚啊 我們可以放你長假的嘛 是啊 你考慮一下 你照顧得菲菲這麼好 你看 那傻妹妹 她很捨不得你 是啊 菲菲不要姐姐走啊 菲菲啊 我也很捨不得你 不過姐姐家在很遠的地方 始終要回去 不可以留在那裡的 你走了誰陪我 誰說故事給我聽 誰唱歌給我聽 菲菲不准你走啊 菲菲你又來啦 你大個女兒的啦 不可以扭計的 要聽話 姐姐走了 你還有爸爸媽媽陪你嘛 如果姐姐繼續留在那裡 就看不到家人 會很掛念他們的 那你也不想姐姐不開心 對吧 那如果菲菲掛念姐姐怎麼辦 你記不記得我跟你說過月光的故事啊 當你掛念姐姐的時候 你就看著月光 把你心裡的說話說出來 那常娥姐姐就會聽到 她就會幫你傳達給我 就知道了 即是看著月光 就好像看不到姐姐那樣 嗯 不對啊 如果上娥姐姐睡著了 她沒有聽到 就傳達不到給你 那你就不知道菲菲掛念你了 上娥姐姐還有兩個最好的朋友 她們都會幫你傳達的 真的嗎 你不相信我姐姐 怎麼會呢 菲菲這麼有趣 我真的很喜歡她 還有啊 我希望你們一家人開開心心 兩夫妻應該互相遷就信任 不要再為那些小事喵煞 好傷感情的 誒 放心 我會遷就她 她叫我坐 我不敢站 她叫我走 我不敢走 哈你啊 我什麼時候有這麼專制啊 說得我這麼兇 看見你們沒事好就好了 月光姐姐 這幅畫送給你啊 嗯 如果你掛著菲菲 你看著這幅畫 就好像見到我那樣 哈 是畫得很漂亮啊 謝謝你啊 是全家福 有爸爸媽媽 還有我和月光姐姐你 我們是一家人 你不可以忘記菲菲的 我不會忘記菲菲的 好啦 我要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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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呢 看多兩眼都不行嗎 畢竟住了一段日子 有感情的嘛 你是不捨得那個 像侯偽的姚先生嘛 唉 又說了去哪裡 別裝了 你看見他們兩夫妻和好如初 恩恩愛愛的 你敢說你的心 沒有拿著拿著痛 沒有啦 不要死撐了 最多一隻肩膀 你捱一下 盡情哭吧 我不笑你的 神經病 我看見他們好快 不用搞離婚 都不知多替他們開心 你都不知道 我之前多內疚 是真的嗎 那個姚先生 真的有可能 是你朝思無想的後藝 唉 我和後藝 注定是有緣無份 曾經擁有過的美好時光 有這些回憶就夠了 嗯 更何況學識了一件事 就是 珍惜眼前人 珍惜眼前人 難道十五妹說的那個人是我 等下啊 十五妹 我爸爸製作 愛在月圓前 什麼 為什麼玉兔妹妹發生這麼大件事 你現在才說啊 一時間發生這麼多事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說 唉呀 那你至少阻止玉兔妹妹 拿她的零仙丹救的那個 沒得賠嘛 你猜我沒有嗎 我阻止不了啊 唉呀 沒了零仙丹 她就會變回一隻兔子 玉兔妹妹怎麼會這麼吃虧的啊 那傻妹動了范心 喜歡了沒得賠 寧願犧牲自己也要救回她 這也是你啊 我們不兜了凡間玉兔妹妹 就不會變成這樣 我們三個明明在港韓高 過得好好的嘛 那這個是她的決定 我們應該要支持她的 不要這樣啦 今天帶你出來 是想散散心 順便 順便把你的身家財產捐出來嘛 八月十五之前我們都要走了 在凡間的財物都用不著 捐出去 財產人安樂嘛 這個好像不是這樣用的 啊 啊 到了 啊 這個種植花牆 你就是打算把錢捐在這裡嗎 嗯 我之前幫荃叔送餅給這一帶的熟客 才發現這個花牆的主人很熱愛大自然 還收養了幾個孤兒 啊 證明她的心底都不算壞 之前用我們交出值錢的東西 都是為了幫助那些貧府階層 和為大自然出分力 所以我把這些錢捐給她做慈善之餘 又可以報答她之前出手相助 我們才平安沒事的 啊 她救過我們 誰啊 在人背後說人壞話 會不會冒稟了一點呢 謝謝 花妖書嶺 全叔 吳光 來了 你女兒打電話給我 說你醒了真是太好了 你醒回來沒事 我都說我命大 看相佬說過我有九十幾歲的名字 你這麼好人 那天一定會保佑你 總之你沒事就在天都乾了 我總算對她有個交代 誰是她 啊 啊 沒有 我說我啊 我來疚嘛 你被那輛貨車撞 可能是和我之前得罪人有關 對不起啊 全叔 我不應該連累你 哪關你事啊 人有三衰六王 是劫數的怎麼避都避不過 你勸過我啊 我不聽而已 不過想不到 原來你也會看相的 我… 我懂皮毛而已 這麼危險 對了 全心全意怎樣 你放心 你這個小子好厲害啊 你分為這段期間 他每天準時回店開店 還不斷創新 營造出很多不同口味的蛋卷 生意不錯 我沒聽錯嘛 那個臭小子肯收心養性 不再發明聲夢 是啊 自從你出事 阿尚整個人變了 踏實了 難怪你說他有天分 現在他做餅的功夫大有進步 遲些你真的可以把全心全意交給他 安心退休都行 真的嗎 你不是哄我開心吧 我怎麼敢騙你啊 但是我今天醒到現在 都還不見他來探望我 他昨天剛去台灣 說想在你醒醒之後 給我驚喜你 去台灣? 給我驚喜嗎? 什麼啊? 他去參加中華空輩大賽 原來這個兒子是那種 一旦投入就會盡力去做的人 真的要被他拘捕他 臭小子終於開竅 這次就算醒不回來 慣了也慣了 大吉利事啊 全叔 那你走自己也有 對不起 對不起 太開心了 亂說話 這次真是大難不死 哪有後福了 不僅兒子生成了 還可以見到很久沒見的老友記 老友記? 不是就是我了 阿全 那些水果我已經洗了 要吃哪種呢? 黃大哥 你送這麼漂亮的水果給我 還要拿去洗環 真是麻煩了 你… 什麼… 吳光 連我都不認得 吳光差幾個 行了… 吳光 你做什麼無故貴人 快點起床吧 嚇壞人 是呀 起床吧 喂 你過筆呢 我遲些跟你算 你先走 不要妨礙我和老友記罪交 我和老友說 可憐了 今次還不知道怎樣死了 你為什麼吃錯藥呢 醫院回來後面青青不停走來走去 你知不知道我剛才在醫院見到誰? 驚青成這樣 見到玉皇大帝 你怎麼知道? 真的開口中嗎? 是呀 是玉帝 他看著我 跟我說話的眼神 我就知道我今次死期到了 我們夏帆的事 全部報了這麼嚴重? 今次罪該盲死的 不是偷夏帆這件事 而是因為我之前去朝夜火鳳凰 搞到間接害到全叔出事 躺在醫院 李師傅? 全叔出事 關玉帝什麼事? 是呀 玉帝又怎會為了凡間這麼瑣碎的事 怪責你? 你不知道了 玉帝之前真是夏帆過 跟我們一樣法力盡失 全靠全叔給了月餅他醫套 還收留他一段時間 他們倆是老友記 這個我知道 之前瑩瑩碎扮月老 騙我們落凡間的故事 蛤 是真的? 是呀 之前我在全叔家見過他 跟玉帝一起拍的照片 就已經肯定和證實了 你說全叔說 他一醒來見到是玉帝 全叔突然醒來 一定是玉帝出手相救 你死了 玉帝最念舊 最講情義 你連累他因人出事 這次你結過芝麻糊 你說玉帝會怎樣懲罰我呢? 我已經被罰多幾千年月桂樹 這次不會是連斧頭也不讓我用 罰我同手劈一棵月桂樹是嗎? 嗯 再殘忍一點的 就是把你變成一棵樹被人砍 不是吧 難道我吳光一世英明 最後竟然淪落變成一棵樹 我不要 九伯伯製作 愛在月圓前 哥哥 哥哥 你跑得這麼快 因爲跌倒了 哥哥 你看 細舅舅好厲害 我 什麼 是阿尚剛剛在FB上上載了幾張照片 他在胸培大賽拿了個優越獎 他這次參賽用十二種不同口味 來做蛋撻的酥皮 評判差他有創意 傳叔 你真是猴計有人 不是呀 曼拿手我在全心全意的 蛋撻王子的稱號 豈不是很快會變成是阿尚 那是不是應該說 是我猴計有人 算個臭小子不要丟我架了 四球符寫給你 月餅切好了 來 大家過來吃 好 有月餅吃 我要最大塊 你這隻圍食貓 這隻是你的 謝謝 月餅姐姐 菲菲 伯伯用滷油皮製作燈籠給你 你看多可愛 喜不喜歡 都不漂亮 喵 是不是呢 都說了你了 現在那些小孩哪裏還要玩自製燈籠 何況你自己看 弄得這麼難看 喜悅 自己弄的燈籠環保又有創意 我們小時候家裡窮 都是這樣自己弄來玩的 喵 外父就吃東西了 菲菲 你爸爸這麼用心做給你 你不要的 他會很傷心的 那我勉強收貨吧 爸爸 你下年要做個更漂亮的給我 寶貝女叫到 爸爸一定會盡力的 寶貝女月亮團圓 一家人聚在一起上月吃月餅 此情此境 真是令人感到很幸福 這麼大感觸啊 徒弟仔 明天才是中秋佳節 你們明天早上回去 晚上一樣可以和家人團圓的 天下無不山之言直 不用這樣 來 這盒是我親手做的月餅 送給你帶回去 謝謝師傅 吳光 無以為報 唯有熱汽水 代酒 敬師傅一杯 元師傅身體健康 順心順意 好 喝 爸爸 你剛才康復了 不要喝那麼多 這麼開心 少少不怕 前幾天老師教了我唱首歌 我唱給你們聽 好啊 哈哈哈 月亮圓 月亮圓 月亮照在我的家 沒有春夏秋冬的家 流川千年 現在的孩子不相信 月亮有小白兔 工科與電腦 是他們不再聽古老的神話 當高樓大廈 這當了古老的月亮 就趁這個季節 讓你的孩子知道 古老的神話 遠之何方 月亮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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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照在我的家 沒有春夏秋冬的家 你看看 那隻兔子好像無多知覺那樣 怎麼會這樣 你整身軟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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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我知道了一定很傷心 怎麼 黃妹娘娘說明 八月十五之前回上去 難道真的不能逗留到明天早上 營養水給的營明珠 真的閃閃閃 尚鵝 沒有時間了 等不及了 我們馬上走 各位 失陪了 麻煩 給我 給我 愛在月圓前第二十集 導演鄭美英配音黃君妍 母心心同心釋演 姚飛飛 關書本釋演 愛在月圓前第二十集 姚孝藝 陳川輝飾演 尚俄 梁甘玉飾演 吳剛 葉寶勝飾演 慕小泉 譚勝飾演 敬請留意下一集完結篇的播出 詞曲 李佳 演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星期一至五 中午十二点 只要挑选908 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08广播剧